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徐佳德 最近在网上爆红的一组照片 男孩与水牛 你看过了吗 是 那这一名14岁少年 和自家水牛群的日常互动照片 不但让我国的摄影师 莫哈默纳兹里夺得国际大奖 也让这名男孩 莫哈默苏骨成为人人追捧的网红 吸引了无数国内外的摄影师 前来拍摄他跟水牛的互动 而刮拉登加楼这一座淳朴的村庄 也在一夜间爆红 登加楼的州政府更说 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 不过这样爆红 真的是完全是好事吗 男孩和自己 他和他的家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怎么说 这一大群自家养的水牛 是男孩莫哈默苏骨 从小一起玩耍的好伙伴 他从四岁开始就跟着父亲 在家乡养水牛 虽然水牛有着尖尖角 看起来有点可怕 但他从来不惧怕水牛 而是把他们当成朋友 还为水牛取名字 十年相处培养起来的深厚感情 让他熟知水牛的习性 可以和水牛沟通 水牛群也听他的话 而在网络上爆红之后 莫哈默苏骨已经成为 学校的英雄人物 他也获得学校颁发的杰出学生奖 但他的日常生活 没有太大的改变 每天下午两点半放学回家 他会自动自发 先把学校功课做完 之后到围栏 先照顾他心爱的两只小羊 陪他们嬉闹一番 之后他就和两名表兄弟 一起骑着水牛 到田里放风 Mohammo Sugu 是家里排行第八的老妖 他从小就和爸爸所饲养的 牛 羊 鹅 等等动物 关系密切 如同兄弟姐妹 但苏骨的父亲 对他有更高的期望 他们所生活的甘榜 古邦不诸 过去一直是纯术的小镇 当地居民以饲养水牛 羊 或其他畜牧业为生 南台与水牛爆红之后 现在每天有许多 来自国内外的摄影师 慕名而来 专程拍摄 苏骨顺服水牛的英姿 也因此拍下无数精彩的照片 而苏骨一家人 从不对这些摄影师设定拍照收费 如果有摄影师因此得奖 他们也会感到非常开心 有些摄影师会给一些小费 他们曾收过高达一千令吉的小费 来答谢苏骨 施展与水牛沟通的神奇技巧 在这之前 当地人其实并不看好 苏骨爸爸饲养水牛的工作 苏骨也曾经因为 从小和水牛群玩在一起 而在学校被同学嘲笑 但随着一息爆红 各种价值判断也跟着翻转 虽然苏骨本人 并不因为可以指挥水牛 而感到特别自豪 但随着人们 开始对苏骨爸爸的工作 另眼相看 苏骨也因为自己 无意中造成的良好影响 而感到特别欣慰 接下来 他们一家人和水牛群 恐怕还会继续 受到来自各地的游客 和摄影师所打扰 但既然他们知道 自己的生活定位 依然沉稳谦虚 那么这一桩爆红的故事 就将依然是一桩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 美好故事 一个在乡间长大的孩子 现在成了国际间知名的人物 就希望美光灯的关注 不会让他忘记初心 希望他可以继续保有 一颗赤子之心 其实除了他之外 上个星期飞越大半个地球 抵达泰国 展开惊天大逃亡的 沙地少女库农 她的命运同样令人关注 而庆幸的是 库农最终得到了加拿大的庇护 而且她本人已经在刚过的星期六 安全地抵达加拿大 展开她的新生活了 库农在昨天第一次 接受澳洲媒体的专访 揭露了她这段时间以来 经历的一切 包括为什么血浓于水的家人 最后成了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也一定要摆脱的人 经过一个星期的惊险大逃亡 星期六 沙地少女库农 终于以崭新的身份 抵达加拿大多伦多 加拿大外长 以勇敢的新加拿大人来欢迎她 但是这个身份 却是库农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 因为这一次陶家要是失败的话 等着库农的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库农并不是叛逆的陶家少女 她千方百计要逃离血浓于水的家人 是因为不想再受到家人的暴力对待 在第一次遵復过了三年 由于杀地女性的地位低下 许多向往自由的杀地女性 想方设法出逃 早就不是新鲜事 而不幸遭遣返回国的女性 可能会面临刑事诉讼 罪名是忤逆双亲 和伤害国家名誉 但这些女性更加害怕 会遭到家人荣誉处决杀害 看过了引起世界关注的 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少女的故事 下一节回来要看到的是 一个鸡蛋的故事 是一个创造了世界纪录的鸡蛋 或许你已经自网络媒体上 了解了这个鸡蛋的故事 但是或许你不知道的是 这个鸡蛋已经掀起了骨牌效应 制造了更多的话题 稍微来我们也去跟进一下 迈回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 因为美墨边境为强修筑的事宜 和民主党几度会谈都不欢而散 部分联邦政府机构也停摆了25天 成为美国历史上停摆最久的一次 四分之一的政府机构 八十万名的联邦政府雇员停薪 不少关乎国家安全的 包括联邦调查员 预警 还有机场安检人员等等的工作 受到了影响 这或许你已经知道了 但是其实小到负责白宫生活起居的人员 也停薪休假 其实这难道不会对特朗普的生活 甚至招待贵宾带来任何影响吗 他正好就在14号 宴请了一批的美国大学生 用行动来说明 其实没有什么是难得倒他的 有趣的是 这一次宴会准备的食物非常特别 更称得上是罕见的画面 白宫里除了我 几乎没有其他人了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前几天就联邦政府停摆 在推特上发布的贴文 但白宫里没有人到什么情况呢 就连厨师都停薪放假去了 那要艳客时该怎么办呢 当然也难不倒这名强人总统 你没看错 精致的银盘里装满了全是快餐 以往白宫的贵客都可以在国家饭厅内享用白宫主厨 亲自烹调的美食 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还处于停摆的状态 因此特朗普决定自掏腰包 买了一桌麦当劳 汉堡王以及温迪的汉堡 薯条披萨 来宴请美国大学生橄榄球全国冠军队球员 对于自己精心准备的宴会 特朗普自豪地说 这些都是球员们最喜欢的食物 还称这些快餐为伟大的美国食物 然而特朗普请球员吃快餐的消息 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请运动员吃快餐的做法 是对球员的不尊重 不过特朗普形势一向出人意料 请贵宾吃快餐这样的想法 除了特朗普还有谁呢 在这个网络时代 人人都想突然爆红 为了要博多几个赞 大家都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心思 可是其实能够在网上引起大家关注的 也未必是那些让人觉得很有意义 或者是有贡献的人或是 甚至很多时候 这些引起大众关注的 都是让人看了摸不着头脑的事 很无聊的事情也有 那说的就是这几天引起热力讨论的一个鸡蛋 一张平平无奇的鸡蛋照片 竟然在Instagram上面赚取了三千多万个赞 是的 这个叫做World Record 8的账号 只是放上了一张的照片 那主角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鸡蛋 就这样成了Instagram史上点赞最多的照片 大家都说这还真的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个鸡蛋 你现在看到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蛋 这可是拥有千万人点赞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个鸡蛋 这个叫做World Record 8的账号 在5号当天上载了这一张鸡蛋的照片 10天来竟然累积了超过三千八百万个赞 只因为账号的主人来势汹汹地说 要打破世界纪录 扬言要刷新美国电视名人Kylie Jenner 去年一千八百万的点赞记录 没想到就这么获得全球网友鼎力支持 在短短几天内就实现了 Kylie Jenner去年上载了一张自己和刚刚出事的孩子 一起的合照 这张照片累积了一千八百万的点赞 留言处还有网友调侃标注了World Record 8的账号 要她来给Kylie Jenner点赞 当然Kylie Jenner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看到鸡蛋客的挑战之后 便发布了这个视频 她将一颗鸡蛋打破在马路上 幽默的回击方式 让网友个个看了都乐在其中 至于为什么一个平平无奇的鸡蛋 会获得这么多赞 其实大家也不清楚 甚至大部分的网友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给她点赞 可是在网络上 只要是可以引起关注的 就会有人模仿 所以类似的贴文 此起彼落 使得鸡蛋客不得不站出来澄清 自己才是原创者 而其他的都是模仿的 她的频道引起了名人们的关注 自己还顺道在频道内 调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这么幽默的鸡蛋客到底是什么来头 接下来又准备了什么计划呢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一个串红的鸡蛋给了你什么启示呢 只能够感叹说时代不同了 对啊 时代真的不同了 比如说有一天起床 你发现哪一股天乐得了歌 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或者说从小看到大的香曲 得奖的歌手 好像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 稍后回来的环球话题 就请来大家熟悉的资深电台人 一起来谈谈香港乐坛的这些年 香港乐坛四大班奖礼各称一片天 进歌金曲 叱咤乐坛流行榜 新城劲爆 十大中文金曲 见证了香港乐坛广东歌的巅峰和凋零 当古天乐夺下叱咤乐乐坛流行榜 我最喜爱男歌手的奖项时 全场宽呼 却也引发各界省思 当出道两年的哈纳橘子桥 夺下进歌金曲 最受欢迎女歌手时 各界感叹后续无人 奖项的公信力让人难以信服 曾经的四大颁奖典礼领衔中文乐坛潮流 那又是一个多美好的香港乐坛盛世呢 是每年新旧交替的这个时候 就是香港乐坛所谓一年一度派成绩单的时候 曾经撑起香港乐坛一片天 将近四十年的香港四大音乐颁奖典礼 来到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大家心里应该都有答案了 感触是一定有的 所以就会更加怀念当年的辉煌了 那今天就很难得 因为我们请到了 我们都是听他的电台节目 长大的资深广播人 我们请林书彬小姐上环球透视 出客这个环球话题 平杰之前是在电台任职那么多年 对于香港乐坛这些年的发展 还有这些颁奖礼的游戏规则 肯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期待内幕 欢迎平杰 是 欢迎平杰 余希佳德你们好 环球透视的观众大家好 是 平杰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2018年的香港乐坛 因为我们知道最后的一张成绩 但是前几天才派发的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香港进歌进取 颁奖典礼 我们口中的 是1984年就开始举行 然后我们是从小听到大 那个时候呢 谁要是拿下这个 最受欢迎的男女歌星奖 等于就是乐坛的天王天后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名词 也是当年这些颁奖典礼 这样子提起才有出现的 但是我们看最近这个 最新的一届出炉的两位得主 张静轩 至少大家都还很熟悉 非常 可是女歌手方面 是一个叫做Hana 就是橘子乔 我们都会想说 好像是第一次看她的脸 第一次听她的名字 所以其实 静歌进取走过这些年 我们到底经历了一个 怎么样的时代 那如果是 对我来说 它当然是 其实我在看静歌进取的时候 我应该还没有入行 还是在 还是一个观众的身份 大概是中学时期吧 那真的是一个很期待的一个 一个音乐性的节目 对 然后就那时候TVB的这个影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它的电视剧 全世界的华人都是在在追看 所以它的那些音乐节目 虽然它只是一个唯一的音乐节目 唯一的一个跟音乐有关的一个颁奖 他是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排行榜 是报纸的 镜高甘榜 所以都在期待那个排行榜 对 就是那个节目 然后就是期待看哪一个歌手上节目 还有什么季选 一年四季 然后从季选 然后又到总选 都是每年大家都在期待的那个成绩 所以哪怕我们在海外 其实都对那些歌手都非常熟悉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些 就是过去这些年 就是进歌进取最受欢迎 男女歌手的得奖名单 现在来回忆一下 对对我们来看看谁曾经得过奖一目了然 容祖儿得过十二次是最威风的容祖儿 然后就是刘德华啦六次 美艳芳 古巨基都得过五次 谭永龄 叶倩文 郭富城 李克勤 张靖萱四次 郑基文 杨千华三次 王菲 张国荣 陈惠林 黎明 陈奕迅有两次 分别得过一次的具有珍妮阿彭林 张学友 李慧敏 徐志安 橘子乔 还有就是林峰啦 其实看名单我们就知道竞争 曾经是非常激烈的 那些名字我们都非常熟悉 那你记得的又是哪个年代 我当然是张国荣难代啊 那是八十年代末是吧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那我那时候我最看这个 金歌金曲的时候 就是张国荣跟谭永龄 就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候 然后那个年代 就是张国荣 谭永龄跟美艳芳 这个铁三角 就是就罢了整个香港乐堂 当然可是同时间 他还是很百花齐放 他还是很有殿堂籍的 比如有徐冠杰在后面 林子祥这些 然后再来再下来 就到四大天王的这个年代 所以真的是 每次就是看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 就是看这些巨星 然后他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些巨星 都是称他拿最大的那个奖的时候 就发布他下一年的新歌 是 所以你就称那个新歌 又在等着他的新歌出现 最新的造型的出现 所以真的是很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哇 真的是很难得的回应 电风了 因为那时候是有所谓的天王天后的 可是后来就 大家成名好像很容易 可是要真的是能够撑起一片天的 好像恐怕都没有这样子的人了 对 其实如果说就是静歌金学 在电视台的力推之下 变成一个重要的颁奖典礼 那其实这个TikTok 就是智诈 就是乐坛 就是威力加持的另外一个重要舞台 因为是电台办法 对 香港智诈乐坛这个颁奖典礼 其实前两个星期颁奖 就是最新一切的这个智诈 话题很十足 那就是谷天乐 他拿了那个 我最喜爱男歌手奖 谷天乐唱歌吗 有啦 半首歌 半首 对 这样其实这样的结果 其实引起了舆论很两极化 有的人说天方夜谭 谷天乐也拿奖 那有的人觉得 其实背后有另外一个意思 他特地上去拿 其实有一些隐藏的讯息在里面 大家可以反思一些东西 就是我就是要证明说 你看我这样子都可以拿奖 那香港乐坛是不是凋零了 有一种这样的说法 因为我最喜爱 他的那个奖项是我最喜爱男歌手 不是我最会唱 最喜爱不代表一定是唱得最好 最好的也不代表一定是受欢迎 1989年开始办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起的90年代 那么辉煌的一个香港乐坛 其实迟早也算是见证过 但是至少在2000年之后 也还算是精彩的 我们看到有陈奕迅还有荣祖儿 一连拿了好多件 2007年左右吧 到2013年 都是他们两个人 占据这个叱咤男女歌手的位置 所以我们说 就是大概2000年之后 那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乐坛 可是看到荣祖儿跟陈奕迅 这样子霸占这个霸主 是不是其实也代表说 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 已经进入一个 亲王不接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香港乐坛 竟有这个亲王不接的这个现象 已经是一个铁一半的事实 大家都是 都眼看着他的这个演变 但是这个刺诈跟那个TVB的 他不同的地方是 一个是电台办的 一个是电视台办 电视台办的话 他感觉上 他是像一个节目比较多 毕竟音乐节目 并不是电视台最主要的 一个内容 还是要一些娱乐效果 就不一样 电台的话他就是真的是 每天在推荐的歌曲 推荐这些新歌手给大家 所以他办的那个颁奖典礼 肯定他的那个 那个怎么讲 那个分量 会来得更重要一些 对 所以很多歌手 如果能够去到次藏 另外一个是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好像有 自己的音乐数字 有被肯定的那个感觉 所以他们都在扮演这个 我觉得都是不一样 但是都同样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如果说起颁奖典礼 很多人就觉得刻板印象 分猪肉的 尤其像新城 就是这个劲爆颁奖典礼 可能因为以前 他们的那个颁奖典礼 从一开始 都是从53个 慢慢增加到200个奖项 所以其实他都是主打 皆大欢喜 感觉就让大家觉得 我就是要分派很多歌手奖杯 就好像人人都有礼物这样子 那其实一个颁奖典礼 就一个乐坛 真的需要那么多奖项吗 他到近期到200个奖项来派 还是要看 我觉得还是要看那个颁奖典礼 本身他的出发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有时候你说 分不分猪肉 那奖项多和少 怎么去说他需要多少 多少的一个奖项呢 新城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我记得孟文会 好像曾经他有说过 他去参加一个颁奖典礼 然后没有拿奖的话 那感觉非常的不爽 他就觉得颁奖典礼本身 就是一个party 大家应该开开心心的去 当然这个是他自己 他个人的一个看法 但是每一个颁奖典礼 有他不一样的一个目的 新城这个如果能够 如果他的目的 就是让多一点奖项 可以让多一点人得到鼓励的话 那是一个出发点 所以还是要看 我觉得有些颁奖典礼 可能我就是要 我要选最好的那个 那你奖项就不能太多 但是如果你说 希望有付出努力的 都可以被鼓励 那我就设多一点奖项 而且在年终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 热闹一下 有party 也比较有一个新的气象 去迎接新的一年 刚才比如说到那个 分猪肉啊 什么赵马啊 这些 其实我常常在问 定义是什么 赵马定义什么 分猪肉的定义什么 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诠释 那我之前所经历过的 就是曾经是 有唱片公司有告诉我说 某一年的一个颁奖典礼 曾经是 比如说那个歌手 是大家投票选出来 他的票数明明就是很高 他本来应该拿的 可是后来电 那个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跟唱片公司觉得 如果让很新 如果让他真的根据那个成绩 去拿的话 会可能会引起争议 反而会对那歌手不好 他下来发展会很有压力 反而是出于一个 比较好的出发点 大家就有共识的情况 底下就觉得说 OK好 那就不办给他 另外一个人家觉得 比较合理的去获奖 那你说这是赵马吗 对 有另外的一番考量 是的 那我们说香港的四大颁奖典礼 当然不能够忘记的 就是历史最悠久的 十大中文金曲 这个颁奖典礼呢 它是由歌迷和专业的音乐团体 投票产生的这个想象 而且这个他是1978年 就开始举办 历史相当的悠久 每一首十大中文金曲的作曲 还有填词人 其实也有份得奖 幕后的都能得奖 对对对 这是这十大中文金曲的特色 所以其实平姐当年 在电台的时候 也跟这个颁奖里 有过一些互动 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十大中文金曲 它的特色 跟它对这个香港乐坛 其实真的是起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十大中文金曲 因为是政府台班的嘛 所以它完全没有这个商业因素 所以它就可能在处理 那个赛果的那个部分 考量没那么多 看起来比较中立 不想要做那么好人就是 所以它就可以比较 可以说是比较中立 但是也可能在 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底下 它也可能显得比较保守 就是有好 也有不好的地方 那这个中文金曲 因为它是香港台办的关系 香港台向来对海外的一些中文台 都是非常帮忙的 如果我 比如说我之前做电台 有些什么歌手方面的一些联系 需要他们帮忙 他们都是很帮忙 所以跟他们比较熟悉 然后都知道 他们 其实我们做电台的人 颁的颁奖典礼 基本上会有一个想法的 都是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人 因为那些已经高高在上的 你颁给他 他也已经 无感 对 我都打那么多了 所以都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事 能够鼓励更多的人 然后再撑起这个乐坛 来作为一个出发点 所以常常我们都会 在讨论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给一些机会 新人 给一些机会一些二三线 然后可是又有力 所以像萍姐都经历过 见证过香港乐坛的这个巅峰时期 那走到今天看起来有点慢慢的凋零了 你会不会有那种失落感 最近的话题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比较多 其实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也没有失落不失落 就是年代的改变 就是大家就要去接收他 然后再想更好的方法 或者是更适合现在的市场所要的东西 所以是不会重回当初的辉煌 在你看 也不太可能吧 因为很多客观因素 我看到的辉煌年代是张国荣的 了解 已经过了很久 你曾经还接过张国荣的记是吗 有啊 我有追星过 所以曾经参与过那个辉煌的时代 对对对 然后你就是看着 Superstar就是Superstar Superstar的排场 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气势 对 那个个性 是多么的强烈 可是现在真的是很难 只能说其实最美好的 香港乐团最美好的年代已经过去 已经改变了 能够见证他 其实巅峰时期的人 能够赶上这一趟列车的人 其实是幸福的 至少来到今天看 我们很有机会去免花再回味 是像我们这些 但是你看现在那个抖音那么横 其实人人都可以当歌手 对 现在会不会是真的是在网络上去疯传一下 其实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奖项 最好的回报了 对 所以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我们也没有可能去阻挡这样子的一个潮流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舒萍 品贼 做客环球都有事 谢谢你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那既然聊到香港乐团 不能没有歌听 今天的结尾 我们就来回顾部分 曾经在金歌金曲 颁奖典礼 夺下金曲金奖的歌曲 我是余希 是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是佳德 环球透视明晚再见 晚安 爱是空发不可收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 我让你收到我 没有真心舍不得我 我会跳的 并走你 就不会希望你 但雨點偏偏觸使這樣遇見 你這身下在何方 我有說話未成功 I wanna fly, I wanna cry 越去隱藏越挑剖 願意祈求天地放過一箱